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不幸受到侵犯 然后人就问说为什么不欺负别人 别人没受过侵犯就侵犯你 肯定你有什么问题 说你现在要先自己检讨 好在好在现在我们这个女性的身体啊 这个意识开始觉醒啊 觉醒 觉醒之后就有人发声说啊 不是说被侵犯男人有问题 而是那些侵犯侵犯女生的人 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一听 对呀 土博是胡说八道说我坏话 是吧 就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有问题 而是因为他们胡说八道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如果说他学校的教授 是吧 他要胡说八道 他也不敢这么说 只有那洋葱头怎么说 然后说了之后很快就被学校给清理掉了 就是要给他们应有的惩罚 惩戒 只要那样的人是要侵犯女生的 还有说我坏话的 包括学校那种残害流浪猫的 基本上都是巨婴巨婴 可是只要自己高兴就好 不管别人改善吧 就像婴儿一样在遵循本能儿活动 那你就得当个小学生来管 小学生发抄课文 土博士发抄论文 博士论文抄十遍 抄完了才能毕业 大家一起监督啊 一起监督 看看是不是一个人的笔迹啊 到时候花钱找其他人代抄 然后这个后面的段落和前面段落是把一样的字比对比对 看看会不会全等 全等可能有发抄比抄的 就是监督好啊 遗憾的是 遗憾的是这个我这个所要的教授 怎么说呢 是这个金字塔最上面的 所以不太能够像女性那样形成一个群体 然后我就希望你们如果帮女性维权的话 能不能顺便帮我也维护一下 那有些人可能在社会意义上找了一个群体 都不是在学校里的 都是可能在家里的非职业的 但是那些人的水平比我会差很多 他们搞不好还不如土博士 中间我们隔着一个土博士是吧 搞不好还隔整整一个学术界 所以他们只能自谋生路 而我呢 我就像罗素所说的那样 我就是你们应该守护的这个文明 罗素那时候一次大战 有个老太太问她为什么不去参军 保卫我们的文明 她说我就是你们应该守护的文明 就像我这样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 实际上就是道德绑架 但是这个道德绑架是好的 因为这个是真正比较上面的 你这样 你不能大家都只管自己的团体 只管自己的团体最上面的就没人管 然后就宅来家里了 只可惜我们这文化绑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本来就是下面的 所谓是儒家啦 孝道啦 然后真的遇到光辉灿烂的东西 反而搞不好还会被他们给拖累掉 那么最近啊 最近有个某个学校是吧 这个学生手册 学生手册上写的说女生受侵害的原因就是 长相漂亮 举止轻浮 这个可能写的人想写的客观原因 但是呢 听了一听好像就把它当成主观原因了 当然也可能这个客观中它本来就渗透了主观 你写的那个人写的时候你都 因为你已经是这个进朱者是进末者黑的 所以你写的时候你也没发现 但是后面看的人敏感的就把它看出来了 就像我这个史强德教授 你要找这个土博士这个欺负我的原因 你也可以找是吧 找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精神高尚是吧 个性骄傲 傲慢啊 傲慢啊 傲慢七中罪 七中罪里面第一个啊 第一个就掉到头上来 要找便宜的时候你总总能够 总能够找出来是吧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但是你看 生理上你这个长相漂亮 这个东西怎么办 怎么处理 然后我就想起以前有个电影 不知道你们你们现在 00后那一代还看没看过 是吧 周星驰大话稀有 他为了检验爱情 你检验爱情 你是不是爱我 你真爱我 你就不介意我的长相 你不介意我的长相的话 那我就弄一个猪八戒 我就变成一个猪头 你要真不介意你连猪头一起爱 然后要不这个学校 给每个女生都放个猪头 为了你们安全 你们都把猪头带起来 刚刚那猪头有点分量 有些分量一压也不被轻浮了 然后我们去这个学校一看 一半是男生还有一半都是猪八戒 然后学校可能有那个情侣走廊 一个男生旁边牵着猪八戒 那肯定是真爱 但是有的女生可能不高兴 凭什么我们当猪八戒 要当猪八戒一起猪八戒 男生也要带着猪八戒 好 大家一起带猪八戒 然后一阵在学校 乖乖动一动 那学校满学校都是猪八戒 这个情侣走到里面 一个猪八戒旁边 再加一个猪八戒 两个猪八戒手拉手拉在那里走 然后耳边好像仿佛就出现了熟悉的音乐 我说懦语不可投 因为我有猪八双戒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